Snowpick智慧電的迪亞 哈囉,大家好,我是Snowpick智慧電的迪亞 那今天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我們這一次 中秋實用好物提案第一彈 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這顆TP500客廳杖 那這顆客廳杖其實他是為了烤肉這個活動而誕生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他有非常大面的砂網 還有側邊這邊也是 那我們來為大家示範一下說這個砂網他要怎麼收納 這個窗戶要怎麼收納 這邊的黏角客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其實布料左右兩邊的拉鍊往下拉 他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一個長方形又大又寬敞的一個砂網 那我們一樣把帳篷的這個布都把它收緊起來 收緊起來之後 下面的橄欖扣我們可以把它拉起來 那我們把橄欖扣扣起來的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算是沙窗的部分 他可以上下整顆帳篷 讓使用者在裡面烤肉煙霧瀰漫的同時 也能達到一個對流排氣排煙的一個動作 那使用者可以安安心心的在這個客廳杖裡面去做任何烤肉的活動 所以說是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 好 那我們帶大家也稍微看一下整個客廳杖的環境 甚至是他的頂部 他有很多的掛點 他有很多的紗窗 像我們現場的話 我們的展示釣了四顆燈籠花 那前前後後這一顆客廳杖下來 他大概可以將近掛到甚至十幾顆的燈籠花 我相信很多客人他有的燈籠花應該全部釣出來應該是非常的美麗 那燈火也是非常的通明 那剛剛講到下面跟旁邊有沙窗 像在我們的上面其實沙窗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們現在展示的這個情境是有掛頂部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沒有掛上頂部 好天氣的同時 我們也可以大家坐在裡面 烤肉喝酒聊天甚至是仰望看著星空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愜意的一個感覺 一個活動 一個氛圍 那這次中秋的這個好物分享 其實主要是因為告訴大家說 大家雖然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 真的是很很開放的烤肉 那未來這顆帳篷 不管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其實他也是值得好入手的一個帳篷 一個客廳分享給大家 那最後這個影片的下方 大家記得按讚留言 並hashtag 跟Snowpeak一起過中秋 大家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抽獎 然後得到精美的小禮物 那這邊也祝大家中秋加節愉快 謝謝大家 掰掰 atories 訂閱 えー ーー